大家好,我是江西老伯雪丸 大家好,我江西老伯 这是我爸 这是我岳父 今天来中国父亲和尼泊岳父 第一次相见 第一次相见 中国父亲和尼泊岳父 太感谢我岳父和我爸 给我配合拍视频的 中国父亲和尼泊岳父第一次相见 这是我丈母娘 大舅哥的儿子 小花 来,借妈妈过来看一下 你家里的鸡 来,来 我丈母娘说 她说今天的话 要杀一只鸡 招待我们中国 中国父亲 就是亲家 小花过来 来,我看一下我们 这个鸡 这是土鸡 真正的土鸡 这是大公鸡 爸爸说要杀这只大公鸡 妈妈说要杀这只大公鸡 这还一个公鸡 两样公鸡 今天来不及了 我们就不识公鸡了 因为晚上我们 没车回家了 所以我们公鸡 就不杀了 这个 谢谢丈母娘家的一番好意 ok 搞一只大鸡 给招待一下我 我爸 怎么就算了 招待一下我们中国 我们今天买了几斤牛肉 几斤排骨 还有很多菜 吃不完 刚才我们吃了一点的牛肉 都没吃完 这个 所以鸡的话 就留给我丈母娘家 他们自己吃吧 这个 丈母娘家条件也不大好 然后这山区 他们一个月就赚几百块钱 然后经济条件也不好 一年四季也没什么吃的 所以这只鸡的话 就留给他们自己吃吧 就是丈母娘家老母鸡 这是羊 我们买了点水果过来 所以这个香蕉皮的话 都给羊吃 羊吃香蕉皮 这个 这我丈母娘家的一些羊 以前的话 我们就 我丈母娘家住这里面 家里面看到没有 住这里面 里面也还有一个床 里面 这以前是厨房 我在这边也住了一个星期 那为什么说 里面可以住人 外面就放羊了 这个因为他们怕那个蛇进去 所以家里周围要放点羊的话 虽然有点羊烧味 我卫生条件差一点 但是在这个有些气候的话 它是防那个蛇的知道吧 防蛇的 所以他家门口的话 要养点小动物 把那个蛇给吓跑 不然的话 其实有些我听很多人说 他们这个一楼的话 是养鸡养鸭的 养羊养牛的 然后二楼的话是住人的 为什么他们这样了 就怕那个蛇跑进 跑到家里面去 它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 你看这是波罗蜜树 很多水果树 乐袋水果 其实这里海拔也不是太热 为什么有乐袋水果 荔枝农眼去 荔枝农眼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是香蕉树 农眼是吧 其实这里我觉得也温度不高 为什么会有乐袋水果 有波罗蜜 可能是因为他们海拔太高了 所以靠近印度的原因 这是一个大大的波罗蜜树 我照顾人家 基本上还没什么变化 这个小房子 现在都坐在门口休息了 这个 我们要回去了 这位岳父 我们看一下我丈母娘家 是二舅哥家 二舅哥有两个儿子 一个 两个儿子 两夫妻住这里 两个床 然后二舅哥家 灶台 烧火做饭地方 然后我们要回去了 这个 在这里也没地方睡 因为二舅哥家的话 有四个人住 那我们就住不去 住不住不连去 没地方住 然后我丈母娘和 五岳父母住这 然后我和小花的话 还有我爸的话 这边就不好住了 这个 不然这个打地步 就不太好了 所以我们吃个午饭就走了 这个 现在都快四点钟了 这个 他们这个风景还可以啊 这个雨季来了 这个 现在晒晒太阳啊 没有天啊 还挺好的 我丈母娘家的话 就是这个 种菜啊 种这个花菜 家里面特别特别的这个花菜 然后去卖钱 然后自己吃 天天吃花菜 他们这个菜比较少 品种特别特别少 他们在这里烧饭 已经有好几年了 在这里烧饭了 这个 这个土照啊 不用蹲着烧菜了 在这边烧菜就可以了 好 家里面那么这个就回去了哈 从这里走下去 然后在山枕山脚下山镇上坐车 来 家里面咱们下期再见哈 下期的大家看一下尼泊尔的风头人情 和这个西马拉山山区的这个大雪山哈 今天天气不好看不到雪山 家里面咱们下期再见